全國人大星期四晚開記社會宣布今次會議十大議程 其中第七項是審議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年來的情況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需要與時俱進做出完善 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職權 從限制層面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做出決定 既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利 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責任